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文电视TV Mandarin, 我是丽娜老师, 今天我要给大家上一堂课,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餐具, 好, 我们开始上课了, 这堂课我讲的比较慢,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听, 可以吗? 好, 现在你们看, 我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餐具, 这个餐具叫做盘, 盘, 盘, 那平时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说盘子, 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说这个是盘子, 它的后面可以加一个子字, 这个是盘或盘子, 懂了吗? 这个盘子是用来装饭或者装菜都可以, 那这里还有一个大的盘子, 然后我手上的就是中的盘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小的盘子, 好, 我们来重复一下, 好, 我们来重复一下, 这个叫做盘, 或者盘子,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我的手上又拿了什么餐具呢? 你们猜, 你们猜, 这个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这个是碗, 碗, 碗, 这个是碗, 碗, 碗, 这也是吃饭用的, 可以装汤, 可以装饭, 都可以, 这个是什么呢? 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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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跟着, 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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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餐具叫做碗, 吃饭用的, 好,接下来第三个生词 你们看,我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勺 后面可以加一个子 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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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用餐的时候用的勺子 勺子 好,你们可以跟着勺子 然后你们知道吗? 这个勺子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勺子是用不锈钢做的 不锈钢制作的 好,我们再重复一遍 这个是勺子 接下来第四个餐具是什么呢? 你们看 我的手里拿的有一只两只 这个小小的棍子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筷子 筷子 你们在家里有没有用筷子呢? 这个筷子是怎么用呢? 这个筷子是用来夹食物的 然后送到口里 好 好,在大多数在中国餐厅 我们可以看到筷子 那如果在印尼餐厅 有的餐厅是没有看到筷子的 因为我们大多数是用勺子和叉子 好 那你们会问 用筷子会难吗? 用筷子一点也不难 我们就是这样子拿 然后把食物夹到口里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们不会用的 可以学 好,再来跟着我说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筷子 筷子 好,接下来呢 你们看 我的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呢? 一个两个 有两种东西 第一个是刀子 刀子 刀子 然后你们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叉子 叉子 你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两种东西呢? 就是在吃西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刀子和叉子 那你们看 这个刀子和叉子 是用什么做的呢? 这个是用塑料做的 所以这个是塑料 叉子和塑料 刀子 那刚才我们讲的 那些就是吃饭用的 那接下来吃饭过后 我们一定要喝水 不是吗? 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用来喝水呢? 那你们看 我的手里拿着是什么 这个是杯子 或者杯都可以 杯加一个子后面都可以 杯或者杯子 好 这个杯子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杯子是白色 OK 你们跟着读 杯子 好 那平时我们 直接这样喝水 直接这样喝水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种东西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吸管 吸管 这个吸管的用处是什么? 那就是放在杯里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喝水 把水吸进我们的嘴巴里 OK 这个是杯子 然后这个是吸管 吸管 好 今天我们的课讲到这里 但是还没有说再见的时候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我们学的东西 好吗? 好 我们今天学的主题是餐具 第一个餐具是盘 或者盘子 然后第二个餐具是玩 碗 碗 第三 我们刚才学的是 勺子 或者勺子都可以 接下来呢 筷子 筷子 然后 叉子 还有 刀子 接下来呢 这个是 杯子 杯子 最后一个 吸管 吸管 OK 我们今天的课讲到这里 如果你们觉得 这堂课 对你们学中文很有帮助 那麻烦你们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或者分享在脸书里面 好让他们要学中文的 可以得到这个视频的好处 OK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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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